今天我想不只是一個新書的發表會 我想重要的是說 大家來探討今天整個高雄氣爆100天之後 整個國家跟社會面對這樣一個很重大的 一個牽涉到公共安全 牽涉到國家的產業轉型 牽涉到氣候變遷 牽涉到能源跟空氣污染 我們怎麼樣來看這個事件 我想當然台灣的現象是這樣子 現在的議題的消退性跟議題的不動性 聽說今天很多人去問我們台大政務司機另外一位教授 所以是剛剛才聽說 因為昨天他一直在準備這個部分 但是我想重要的是整個社會 面對這個事件的結構的轉型 我們今天進行的順序是這樣子 我們首先先請我們曾有榮同學 他前兩天才下去高雄 他現在重現最新的狀況 我們請他報告大概10分鐘左右 那再來就我們就是按順序 在每一個作者大概講大概5到8分鐘 他寫這個書的角度 還有他對這個整個事件的看法 那最後我想我們就開放大家討論 那我想今天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從這個事件報告 我想我們在場很多老師都覺得 這個事件應該把它視為是 像台灣921大地震之後 整個對台灣的 無論是永續啊產業轉型跟那個政策 跟面對氣候變成政策 還有一個當然是非常多的記者朋友 集中在所謂的公共安全災難治理這個部分 我們到底要怎麼來看 那很可惜我想這個事件消退事後 現在好像這樣的轉型的聲音的力道 並不大 那這個也沒有關係 我想一個社會的變革 而且一個結構性的變革 是需要很多的累積的 那我們今天可能會集中在這個議題上面 那我就一一介紹現場來的老師 那除了兩位 除了現場 除了幾位作者之外 我們現場也特別請到那個 台大醫學院的謝峰周教授 我想他很持續關心這個議題 他也一直在跟我們校長 這個提醒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那另外我們請到這個台大社會系 分布教老師 他對環境運動都很關心 那特別是那個莊秉潔老師 他今天不能帶來 請了他的 請了這個郭沛玄博士 請了郭沛玄博士來代表 好 那我們就開始 主要的目的就是來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期望後100天之後 然後我們現在修復的情境 還有就是照片 大概是哪一些 然後還有民眾他們是在反應施程 那先稍微回顧一下 就是讓我們指望他損失的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主要的話就是當時期望 還有有3萬多人 3萬多物資停電 然後影響的人 其實可以接種空間 大概是8萬多人 然後在工業上的話 大損失是好幾億 另外一點就是說 到現在我也指望 公司對於黑場的部分 其實還是覆不出來的總結 那現在主上講這張照片 他是當時期望的狀況 這個地方是應該是散落路 就是當時期望其實主要比較嚴重的 也是三多路可以開的 這部分的話其實我去詢問 就是高雄朋友還有當時期的嚴重 就是大概這個 某種自行的狀況 就是三多路現在大家看到的狀況方式 就是整個台灣是炸掉的 那其實這就是上禮拜的照片 上禮拜禮拜六的照片 我去拍照說其實他主要當時其實是鋪平的 大家往後看就是在應該是這個部分 有一個圈殿的地方 那邊現在是有開一條便道 但他現在就是一個災行道的狀況 所以其實整個修路狀況 主要變 主要的道路其實他就是鋪平 但是他還沒有附上水利 然後跟其他旁邊的 旁邊會炸掉的道具 還有滿大的落場 那我同時也討論到那是 那邊的在維修 就是台電維修的約 其實他們是希望趕在十一月二十號之前 可以就是搶修完成一個方面 那但其實主要道路是修完整 但其實旁邊的電壓其實炸毀的情況 其實照片在一起他們一樣 其實有點類似還是屬於一個沸屈的狀況 很多地方像現在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像是波銀門窗戶破掉 甚至當時炸毀嚴重捲缺的那些電圈都還留著 然後被壓回車輛他們可能都沒有辦法處理 為什麼沒辦法處理 因為主要道路被炸毀之後 然後政府試圖去開一些便道去搶修 但是這些便道 除了讓那一些大型機械 進去去整修道路之外 其實民眾他沒有辦法去通過這些便道去使用 然後把自己可能想要去進出的這些便道 就讓自己把它吃掉 那另外就是 讓大家看到就是說 當時炸毀的那些大型的石塊 還有爆炸之後的那些廢棄 很多都還其實沒有寫說在現場 並沒有完全處理掉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大家看到左上角 這張照片其實我是訪問到 當時在任凱旋路的民眾 那凱旋敏民眾他在當天 就是七八晚上的隔天早上 就是拍下這張照片 就是在他們人口現場 那這個也是大概是整修屋 目前上禮拜六的狀況 一樣就是主要道路是等於說差不多 應該說就是主要道路他的組織已經普遍 就是國會在韓國中下心的好痛 但是基本上民眾的套路就是說 其實他們背後長得一個蠻嚴重的一個風險就是說 因為政府他們制服就是在10月20號 希望搶修完成這些主要道路 所以他們就是日理事業的不停的在做候選 就是他們那些沿路的民眾而言 不管是噪音上或是空氣上 就像等於是20小時的沿路在前程 這樣子很不舒服的狀況 好 那 大家我要看 就是介紹其實右下的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右下的這張照片的右邊 它其實是買一些竹堆 然後左邊的話是用水泥的方式 在清理天窟 為什麼會用這樣兩種方式去修復呢 右邊這個方式它其實是有點 它大概是店家的正前方 大概一公尺到兩公尺左右 就是可能一般的溢出去的道路 然後再往前的話是管線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在一個好的工程 好的工程應該是說 前面的部分我也是用水泥去把它填滿 因為你會維持就是整個工程的溫定性 然後之後前面這一塊 原本在鋪水底 在鋪管線的地方 也一樣都是用水泥去鋪完 這樣的話才不會變成就是下雨季的時候 它可能會造成後面的土壤會去流失掉 那因為為什麼還會使用土壤去乾這一個工程 因為土壤在旁邊其實就是做送殼的 因為就是炸掉之後 土壤在旁邊其實可以隨時使用 所以其實它這背後其實有彈到一些 就是民眾其實 我剛才是我們訪問大概兩到三位的民眾 他除了彈到第一個是 日以之夜的照應被空氣汙染之外 第二種其實就是 資政官為了胎為了去修復 主要到三位去搶救什麼 然後十一二艘時間才要完成 但是他其實見到 其實開設其實非常不足 像林鄭有表示就是說 他們可能會自家自己的課程 自小課程根本沒有辦法開出去 因為主要到處都是大力機械 然後再來的話其實 第三點我覺得是蠻嚴重的一點 就是說整個高手七八八 其實他們住戶其實分為主要的收藥物 跟本次要收藥物 因為主要收藥物就是 剛才講到山東和凱旋路的第一條線 這些收藥物他們其實 他們可能住家的危險 或是說他們可能 他們當時的一些 食材裡面的氣增都已經被炸毀了 然後還有後面的收藥物 他們可能是他們的家裡的建築有一些液痕 那這些資料的收藥物 他們其實依據要求賠償 但是老師的問題表示 我們現在的選擇 就真的有辦法賠償 賠償了 那更廣論就是說 第一道重災 他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就還沒有提出完整的賠償 然後也沒有辦法拿到賠償金額 然後再來就是說 第四點其實就是整個 因為高手七八八 它的收藥物質也太大了 所以高手七八八八就必須要 把整個工程包給不同的東西 但是這些工程公司 他們可能就是背後的 施工的品質其實不一定的 然後今天就講就是說 這樣子的施工品質其實也不確定說 到底之後會不會發生 除了七八之外 可能會不會因為這樣子整個地質 或是說他們的施工品質不一樣 那會不會有其他災害保濟 他們又收到第二次的收藥 那大概是整個高七八八百天後 訪問到艾爾說 大概照片陳跟大力這樣子 謝謝大家